欢迎你收听城市向前行的podcast 你好 我是韵祥 那说到雪兰娥呢 不得不说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工业周暑 去年呢即便在疫情之下 雪兰娥还是获得了高达387亿令吉的投资额 连续三年呢成为全马最高投资总额的周数 那雪州过去五年都举办了这个雪兰娥国际商务峰会SIBS 那这个平台呢绝对是功不可没 去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那峰会呢就改为线上的方式来进行 而今年呢将首开先河采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的 那为期四天的国际商务峰会呢 除了有以往四个主要的项目呢 也加入了两个新的活动 就包括了雪兰娥国际医疗展Medic 和雪兰娥工业园展Spark 那究竟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来进行呢 我想正在收听的你也会和我一样好奇 那今天呢我就要和雪兰娥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张钦来聊一聊 Dato你好 你好 对 那可能在一开始跟我们介绍一下 今年呢这个雪兰娥国际商务峰会 会有哪一些焦点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 去年呢我们第一次办了线上这个商风会 那么那个也是不只是在马来西亚 可能全世界是其中一个超有的一个壮举 对 那么今年呢因为是一座疫情呢 有些缓和 再加上我们的疫苗的接种呢 已经达到了80% 对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评估 今年我们可以线上线下都举行 然后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说有发生不可预测的事件的时候呢 我们线上可以依然去行 然后我们已经有了去年的这个足够的经验 那今年呢我们也觉得根据我们的评估跟预测呢 我们很快可能就能够有更大的自由的这个空间 那再上可能呢国际的一些边界可能会开放 对 或者是有限制的开放 那再加上呢中央这个联邦政府呢 也有对这个这个商务人员呢 有这些安排措施 让他们也能够进入我们这个 这个根据这个泡泡的那个方式呢 进入来进行这个他们的业务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已经跟相关的单位呢 在接下来做 如果有就是安排那些来 今年来我们商场这个实体 现场的话呢 我们也会安排 根据MIDA以及MIDI 他们所设定的这些条件呢 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进入来参展 参加我们的研讨会等等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可能成为一个 可能是少有 就是如果不是全世界 可能本区的一个线上线下 同时举行同步举行的这个项目 当然我们实体的这个展会跟峰会呢 它是要进行四天 但是我们在所有在线上参展的参展商 特别是我们的食品 饮料还有我们的医药 就是那个Matic还有我们的这个Spark Spark是我们的工业园的展览会呢 这些在线上呢 就从今年开始呢 11月开始呢 能够延续到明年10月 当我们举行下一届的峰会的时候 然后才结束才欢欣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我可以说一个非常吸引的方式 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吸引的方式 让参展的这个单位呢 它不只能够这个参加实体的展览 同时呢 它又能够参加我们线上的展览 这是双管齐下 所以我想我们这是一个比较特殊 比较别致的一种商务的活动 那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就是让在疫情之下有双重保障 虽然说是双管齐下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呢 也是SIBS举行那么多年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 这也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可能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在这次活动里头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雪州商务线上平台 Selango Business Hub 那这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可能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呢 这个平台 我们就去年因为疫情特别严重 就已经设立了 那这个平台上呢 我们把我们所有实体的活动呢 都搬到线上去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雪岸俄州的商展会 Selango International Expo 把那些展览 特别是当时举行的是食品和饮料的展览 都搬到网上去搬了 那么我们这个网上除了展会之外 我们还有这个峰会 我们峰会呢 整体峰会呢 旗下呢 之前是有四个项目 今年我们增加多两项 对 就刚才提到的Mannick跟Spark 那么原本的四项继续举行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 这四项节目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雪岸俄州国际商展 第二个是我们雪州东河论坛 第三个是我们的智慧城市与数码经济大会 还有去年首次办的研发以及创意的展览会 那这四个呢 去年我们当然这个研发的呢 没有办法办 另外三项我们都搬到网上去办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在那边呢 举行了多场的这个下商会 网上的这个B2B的这个下商会 叫做Business Matching 这样的活动 那么我们就把它成立了一个平台 所以你不能能够不能实体来的话呢 你就在网上进行这些活动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继续延续的办 然后不断的加强它的内容 更新它的内容 所以这个是属于Business Hub这一部分 它叫Business Hub其实呢 是在线上举行 那么今年的情况允许呢 我们就双线举行 对 线上跟线下 对 线上一样举行跟线下呢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因为有了这个Business Hub呢 那么便容许了我们呢 像今年的商展会呢 我们实体的是在11月18号才举行 对 但是呢 我们在六个月前已经开始了 让我们的参展商跟我们的采购商呢 在线上呢 做了交流 做了洽谈 甚至已经有一些已经在网上已经完成了交易 但是在做生意来说呢 当然很需要的这种实体的见面 对 就有商谈 比方说有商人告诉我 其实对我们商人来说呢 我们很重要的见面 见面呢 从你的语言 从你的肢体语言呢 都可以知道你这个诚意有多少等等 这是评估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生意的伙伴的一个方式 重要的一个方式 对 所以我们就其实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的实体能够更成功 我们六个月前就开始 每一个月呢 都有办这样的Business Hub 的下场下场会 以便他们在没来之前已经做好准备 那么来了之后呢 他们就更好准备能够进行更顺利的 更顺畅的这个业务的活动 那么我们料想不到的是 有一些在线上呢 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些交易 所以这个是我们感到非常鼓 就是证明了我们线上的 Slang of Summit Slang of Business Hub 是一个成功的 对 可能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之前已经成交的那个数字 那个我们就没有办法掌握 因为他们在线上不是在我们实体的 对对 不过呢 是一个相当可观的一个项目 不过我想这个重点还是在于 是一种新的一个模式 对 那么我们就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模式 同时也证明这个模式是可行的 我觉得那个才是重点 对 那大家都刚刚也是有提到嘛 你们在今年的这个峰会里头呢 另外加了两个新的项目啊 这一个分别就是刚刚有提到的Matic 另外一个就是Spark 可能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两个新家的这个项目 特点是什么啊 我先从Spark说起 Spark是我们让我们的工业区的发展商能够参加这个展会 便当我们把他们把他们的这些不同的形式 不同地点 不同设备的工业园都拿来展览 那么这个可以帮到我们的投资者 不只是国内包括国外的 他们有更多更完整的选择 不然之前的话呢 很多呢 他们都是靠他们本身的一些 可能他们的代理人啊 对 或者他们委任人呢 他们所能够获到的资讯可能没有那么完整 嗯 那么有了这个这个Spark之后呢 我们能够让他们更顺利的 找到更适当 更适合他们的业务的这个工业区 嗯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那这个对促进我们的工业园的发展 同时促进我们外来投资这方面呢 的工作呢 是有非常大的意义跟帮助的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这次也借助的机会 也要公布我们新的 水然而作为工业区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式 一个指南 就是我们叫做这个指南叫做 Manage Industrial Park 就是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工业园 现在现有的工业园呢 一般上呢 就是由发展商呢 他发展呢 就各自卖他地或者卖他产房 那么当然有一些是有这个我们叫Gated and Guided 有所谓有他们自理管理的范围 那么我们现在往这个方向提升 希望我们新的这个工业园呢 只要符合那条件呢 那么我们就让他们管理他们自己的工业园 包括一些维修的工作 包括这个保安的提升 那么我们因为要让他们往这个方向呢 迈进 所以呢 我们也设定了一些优惠 那么这些呢 我们将是在将会在这个展会在Spark的这个场合呢 正式的公布 因为那些条件包括了你要有至少多大的面积 多大的规模 要有哪一些设施 那么你就享有我们这些优惠 这个是让我们的工业也能够提升 能够更吸引我们国内外的投资者到水兰俄州来 这个是今年Spark的一个重点 那么接下来就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 这个是之前我们的一直有来的一个愿景 就是我们的水兰俄州的国际商场会 就是Slingo International Expo SIE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属于一般的普通的上场会 什么产品都有 后来我们就把它钻在这个餐饮业 那餐饮业现在做的有一个规模了 有一定的水准之后呢 我们就必须扩大 扩大不同的这个领域去 那我们这次选择呢 就是我们这个医药这个领域 那医药领域里面呢 今年呢注重的是有三个重要主题 一个就是我们的疫苗 一个就是高龄保健 另外一个就是数码保健 那么这方面我们都知道现在疫情的关系 让我们对这个病毒跟疫情抗疫等等呢 有了很大的不同的认识跟认知了 大大提升大家的这个知识 公众的知识 这方面呢我们觉得未来这个疫苗的发展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成为除了这个健康保健的角度来看呢 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商机来的 这方面我们觉得这方面 从医药这个水平来说呢 是重要的 那从商业的角度看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成为一个重要主题 另外呢马来西亚甚至整个亚洲呢 我们都开始面对到这个人口老化 对 讲人口老化是好像比较悲观 就是人口高龄的 高龄的这个保健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 对 那如何来更好的更完善的来发展高龄保健这一块 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这次呢我们选它作为我们的主题之一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数码健康 那么我们都知道谁做最科技的发展 我们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 我们全人类整个发展里面的非常快速的一个年代 对 我们从手机的发展就知道了 我们的这个数码的这个发展的速度 深度跟广度都是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的 在我们文明发展史上呢 我们这一段是最快速的 那么我们这一块就是我们数码健康这一块 其实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在我们来讲呢 我们这里马来西亚我们还没有那么的深化 因此呢我们觉得这一块也必须是我们关注的 对这块在经济上发展 如何加速这一块医药领域跟经济领域呢 我觉得是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必须我们 以更大的力度去发展的 对 因此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医药保健 作为我们这次新的一个项目之外呢 也提出了三个重点 一边我们更能专注在这三个主题 让我们的展会呢 成为更高水平 更具影响力的一个商会 对而且这三个主题都跟我们非常有紧密的联系啊 说疫苗也是当下疫情最重要的 人口老化 另外一个就是数码健康 这个都是跟我们非常贴合的这个议题啊 那我觉得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到底这个医疗展的那个成效如何 那可能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嘛 这个现在你们把这个展会往线上做 那现在已经迈入了第二届 就是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 那我注意到说你们的这个网站的部分呢 其实也有好几个部分来组成的 那首先就有说到这个Investment Promotion Program的这个Portal 另外一个呢 就是虚拟的这个国际商务峰会 其实就是SISB往线上方式来进行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FMM的虚拟展馆 这个听起来 FMM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大马厂商工会 可能跟我们分享更多 为什么这一次有这个FMM的虚拟馆 这个必须从我们的实体展览开始 我们实体展览呢 过去呢 我们是以这个不同公司作为一个单位 对 从他们的这个餐长的这个单位呢 作为一个标准 后来我们策略上我们就把它扩大 我们就设立这个每一个国家 或者每一个团体 它有自己的展览厅 叫做Pavilion 那么这个概念呢 我们就有这个Pavilion呢 我们其实前两三年都开始做了 我们有过去我们的国际商展会呢 我们有印度的展厅 Indian Pavilion 有泰国的展厅 Tailand Pavilion 就他们来自同一国家呢 集中在一个展览厅里面 用Pavilion命名 那这次呢 我们向来呢 在过去几年 就从2014年开始呢 我们跟各个商会 包括了大马厂商工会呢 都保持了空前的这种合作的紧密关系 因此呢 我们就提出概念 我们的起先是因为呢 厂商工会呢 他们觉得我们办的这个线上这个展会呢 就是去年办的呢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他们也想自己办一个平台 来帮助他们本身的会员 推广他们的这个产品 那么加强这个跟全世界的联系 然后促进了这个商务 他们知道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因为这些必须花点时间去筹划 因此呢 就厂商工会呢 跟我举行的这个会面来谈 那我给当时给他们意见是 我们何必浪费资源 我们既然已经开发了这个平台 然后厂商工会只要在我们这里呢 设立一个展览厅 线上的展览厅 那么你就完全可以省下这方面的费用 我们资源共享 我们反正这个是政府的平台 就本来就是为了给商民用的 那么你就在这里架设一个 你们这个展览厅那么就可以了 一方面呢 也丰富了我们政府 写州政府本身的这个商务平台 另一方面呢 也为你设立了 你专供给你会员专用的平台 和乐部委呢 你那完全不用有 完全不用任何开销 即使我们向他们会员所征收的费用呢 也是非常的低廉 那么一次费用可以就是一整年 你暂停 就是你就在线上有暂停 我没记错的话 可能就是300块钱 那么就可以全年在我们政府的 这个所设架的这个网平台 来一起来推广我们马来西亚的产品 雪州的产品 那么也成为呢 全世界各个厂商呢 要来马来西亚 要来东南亚 所必须要这个 迁到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是互惠互利的 所以这样获得他们巨大的这个回奖 对因此呢 我们促成的这个跟FMM 这个大马厂商工会 雪州分会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那么我们也其实欢迎其他商会 我们有很多的商会 我们的中华总商会 我们还有这个马中企业家 这个马中企业家 这个马中总商会 还有印度商会 还有马来商会 还有回教商会等等 我们都是欢迎 以同样的条件跟他们可以合作 那么在我们的平台上呢 架设他们的这个展览厅 那可以就把这个就是一种 化零为准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相信呢 这样对我们发展雪兰儿洲 甚至发展这个马来西亚 作为本区域的一个 商务的枢纽 那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在疫情之下 不少商家都寻求 把这个业务转到线上来进行的这个出路 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 对他们来说 尤其像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FMM一直以来都跟你们有合作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提供了他们一个便利 那其实想请问 现在在这个阶段的话 有没有说限定一定的那个数量 能够在线上展出的这一些商家 有没有限制数量 我没有限制数量 因为在线上说是非常方便的 最主要是双方合作的诚意度到哪里去 所以这次我相信是一个新的一个开端性的发展 可以作为未来的一个借鉴 所以我其实非常欢迎其他的这个商会也好 商业的组织也好 充分利用我们现在有提供这个便利 大家一起来发展我们雪兰儿洲 作为本区域的一个商业枢纽 那可能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进一步分享 其实在这个FMMPavilion之下 其实想必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推广自己的业务有一定的一些优势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些商家如果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推广自己的业务的话 能够有什么好处 我想最重要的是 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的力量 看到我们有整个供应链 但我们自己是架设自己的平台 有自己的网页 我们只能让别人看到我们本身的业务 我们有什么产品 有什么服务 这样而已 但是当我们以整个集体的方式出现的时候 那么外国的投资者 他看到的是整个供应链在哪里 除了你之外 你的供应商是什么人 你的供应商的供应商有什么人 那么后面还有其他的供应者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谈业务已经不只是 当然谈某一个公司的产品 某一个公司的服务 而是他整个产业链 投资者要设厂 要作为厂商 也必须看到他整个供应链到哪里 供应链的限制在哪里 如何填补这样的空间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结合起来我们在同一个平台上 我们就能够把这供应链展现给所有的投资者 展现给我们的合作的伙伴 就是一站式的 让别人看到我们雪州有什么东西 那达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SIBS 其实可以给雪州 还有周边的这些企业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益呢 这个效益就是 我刚才讲的 展示了我们整个产业链 我们有什么东西 我们的电子业里面 我们还有背后 还有哪一些供应者 我们提供的 跟我们购买者 有哪一些人 要用我们的产品的 这些呢 在中国它叫一条龙 那么我们就是想架设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大家能够组成这个供应链 大家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供应链整个脉络 这个对投资者 对未来的预测 对他们的产品 销售的预测 对他们服务的这个广度跟深度呢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 OK 那可能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大多 你怎么看 就是后疫情时代的这个经商环境 这个挑战性是非常大的 对 那么现在大家都想办法 当然我们让自己数码化 把自己的这个商务数码化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因为未来呢 很重要就是供应链的问题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跟干扰 那么在疫情之后呢 会有大家做很大的调度了 因为有一些公司可能想到 它的供应链呢 它这个距离太远了 它必须拉进来 比方说我们可能一些欧洲国家 或者美国国家 它们可能有一些 它们的供应点呢 它可能呢 要调整 把它移到最靠近它的国家 虽然成本可能高一点 但是它能够确保呢 它供应不会出现干扰 假设在发生某一个国家 某一个区域 发生疫情的时候呢 它的供应量 它的整个供应呢 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这个来说 对我们作为在东南的国家 可能是一个挑战 因为很多供应点 可能移到别出去了 那我们如何要把这些供应点 把它留下来 在发生任何事故的时候 包括疫情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供应不会产生问题 不会受影响 因为现在全世界很多 它整个供应链是全球性的 比方说制造一架飞机吧 其实呢 制造飞机呢 并不是在一个国家 一个区域 让它这个飞机能够制造起来 它全世界都有不同的供应点 不同的部位 飞机的不同的 上面是在不同国家 不同地点制造的 然后呢才把它一步一步的运送到重要的据点 然后最终呢 是在比方说我们的空中巴士 Airbus 它是在最后是在法国 在法国Toulouse 总厂去装配的 另外一个是 这个 另外一个公司在美国 这个 这个 这个三方四以上那个城市 就是最后装配点是一个点 但是它的供应链是在不同的这些点 对 那我们这些面对挑战的 万一我们这些产生问题 我们怎样来应对呢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很多部分的是靠工人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加速我们的工业4.0的步伐 对 让更多东西数码化 这些都是我们的挑战 而这些呢 通过我们这个SIBS的平台 我们有这样多的论坛 从同级论坛里面呢 大家都能够及时广益 然后呢 能够激发更多的创意 更多的方式 更多的模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这个SIBS重要的一个平台 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那达特你怎么看啊 这一次峰会 因为毕竟我们说 它是线上线下结合啊 就是规模算是过去几届比较大的一个啊 你怎么看今年的这个成交量 是不是能够达到你们原本的那个目标 还是怎么样 虽然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这个规模 而且这个规模还可以继续扩大 因为呢 之前我们在办 从我们最初2015年办的时候呢 想说从一个展览会发展到呢 呃呃呃呃像中国广交会这么大的规模的啊 一个一个一个商务的活动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环 但是今年是属于例外的嗯 因为我们现在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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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quなわ ¡oh! loyal Hello together! 而我们去年呢 呢 2020年呢 2020年呢 我们全年都没有办法到国外祷 원� 没有办法很好的推介我们的商会 今年也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工作 所以我们受到很大的干扰 我们最好的成绩 实体的展会跟峰会来说 是在2019年 当时我们峰会本身的交易量是2亿马币 加上我们联合 我们赞助的马中企业加大会 在我们同样的场合 马中企业加大会也产生了2亿马币的交易量 所以总结起来有4亿马币 今年我们不管思想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所以以我们在2019年的成绩来说 我们那时候是2亿的成交量 今年我们只是很保守的把它献在1亿 这个是比较实际的 即使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意义 对我们讲是并不是会让我们感到气垒的 因为我们觉得重点是 我们要把在最困难的情况之下 把这个活动继续的办下去 必须延续下去 因为我们看的是更长远的这个路 这个路程 而不是现有的挫折 而这个挫折呢 也是在我们能力范围所能控制之外的情况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虽然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 但是呢 这个目标是所能达到的还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是 这个是要考验我们的韧力 跟考验我们的耐力的一个重要的活动 其实我觉得非常认同 大家都说的 因为现在就是看说 我们要怎么把这个这么有意义的峰会呢 继续办下去 是目前疫情下的一个很重大的挑战 那其次才来说这个成交量方面 因为最主要就是让这些商家 有机会能够聚在一起 怎么样去激发更多的这些创意啊 这个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可能在节目的最后 也可以请达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要参与这个这一次的峰会的话 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线上的峰会的话呢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所设立的这个平台 这个就是我们的www.salangosummit.com 这个是 这个是在线下的活动 实体的 实体的活动 就是在今年的11月18号到21号 在我们的吉隆坡上展厅 就是KLCC举办的 那么是时间呢 是由早上10点到下午6点 那么在线上的话呢 就是www.salangosummit.com 那么只要上到上面去登记 然后登入 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展会 包括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研讨会 外宾呢 那么展会呢 就是从今年的11月18号到明年2022年的10月 一整年的商展会都会在线上举行 是 对 那这今年你们也是会举办这个第五届的 东盟商务大会对吧 对 那么这个呢 商务大会呢 除了实体的在KLCC 在我们的峰会期间举行外呢 那么也会把它办到线上去 就是现场这个直播之外呢 那么同时呢 我们就像过去一年多这样呢 我们还是会时不时的办我们的webinar 跟把我们的这个论坛呢 成为在网上的一个重要的活跃的一个活动 能促进我们的商务 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 商务的新的发展有更好的认知 好的 那今天的分享呢 非常感谢有拿度邓章心啊 那也希望说今年的这一个水兰儿国际商务峰会呢 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之下呢 能够顺利举行 然后再创高峰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 都今天分享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